过家 ipper家 leider 好 你走开 葵畅 葵畅 你走开 葵畅 葵畅 你醒醒了 你看看我 我是春花 你醒醒了 葵畅 把他拉开 把尸体拖出去 草草不燥 是不许 你们不去碰他 你喊他他就能行吗 被罪自杀 你明明就知道他没有罪 他何罪之有 我告诉过你 我看到一个太监 在吴皇后的饭菜里动手脚 你为什么不听我说 看着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姐妹 你们就这样让他喊一儿死吗 啊 你们忍心吗 啊 贵畅 不怕 我去禀告皇上和太后 让他们还你一个公道 还你一个公道 公道 后宫是个世事说得清楚 讨得公道的地方吗 禀告皇上又怎么样 禀告太后又怎么样 贵畅畅 贵畅畅 你只会害死的人越来越多 明白吗 世语畅畅畅畅 你需要的杀伏 来 贵畅畅 求你和皇上 来人呐 在 把春华带出去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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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怎么样 这一块 买个小玩意儿吧 手工精致漂亮便宜 谢谢 三文钱一个 三文钱 不要两个 谢谢叔叔 买一个就好 但不买两个呢 我怕你跟我招 所以呢就买两个 这个是你的 你呀 心肠好是对的 可是你怎么做 你要记住 我们也不是什么大富人家 团查还是要省个月 我知道 进京赶考 绝非易事 考不取功名 对不起父母 你呀 记得就好 记得我都记得 大不了 今天晚上我不喝酒吧 把那六文钱省下来 这可是你说的 到时候别抢我的 你不会这么无情吧 大不了 你喝三杯 我喝一杯嘛 早知道你耍赖了 有个这么好的大哥 我不耍赖 我傻呀 闪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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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护公子两刀 公子 看他这个吧 这又是谁 我的东西 没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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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可知道我是谁 当然 你是横行无际 视别人生命如草剑的恶棍 我爹是大外 有种你别走 叫人过来收拾你 不用的 你走运 我也是朝廷官员 你有什么状要告 就跟我说 你 各位乡妾 此人行为大家有目共睹 闹事策计 见人不让 姿势生非 已多气垮 你 你以为朝中有人 你就可以为非作歹吗 还没请教你爹高姓大明 是何官职 我们一起去朝廷平明林 我不跟你 不跟你解决 走 走 谢谢 想问大侠高姓大林 在下行不更名 做百姓 姓男 单名放 久仰久仰 不敢 不敢 大哥 袁大哥 行了 你们两个玩笑够了没有 想不到 很久没见 以前那个毛头小子姚姚 如今已经成为偏偏的俊俏公子 要不是你今天跟你大哥在一起 我还真认不出来你呢 不会吧 袁大哥 连我都认不出来了 好 走 走 走 今天真是痛快 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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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兄 你为了照顾弟弟 持了两件才进京复刻 这份兄弟情真令你佩服 来 兄弟我先敬你一杯 来 来 来 父母双王 我 当时 他只有十几岁 把他一个人留在乡下 我不放心 科考晚一点还不是一样 我大哥若不是为了我 早就跟袁大哥一块进榜提名 为朝廷效力了 你啊 你啊 要想报答我 这次科考就高中状元 考试的事情怎么说得清楚呢 言而总之 总而言之 我一定会尽力的 对了 袁兄 你在京城做事感觉如何 哎 两个字 不义 不义 怎么不义 是做事不义 还是要做一个爱民如此 为百姓排忧解难的小官不义 袁大哥 难道在朝中为官 也有很多难处啊 凡人 凡人没有凡事 那就不是人 对了杨老弟 他任你金榜提名以后 希望你仍能有一颗爱民如子 为百姓还有解难的赤子之心 我会的 哎 对了袁兄 你跟何良张胜他们还有联系吗 有 何良现在在河南当之中 张胜去年参了周太后外戚一门 现在被贬到了五度 真是没想到 短短几年已经是物事人费了 看来杨勇出道京城 刚才在街上还没有逛够 不如让他先下去走走 我们聊我们的 袁大哥 还是你了解我 那你们先吃我们先喝着啊 我先去逛了 哎 我这个弟弟啊 衣表和文章都很成熟 就是这个小孩子的心性 一点都没有变 这是他的福气 有你这么一个大哥替他挡风遮雨啊 哎 可是 将来他高中以后 我也不能事事都照顾他 精一事长一智 日后他自会打点 杨勇 你不必起人忧天 但愿吧 本来这次你们出来京城 我应该带你们到处走走 但是明天我要去济南办事 是 那就回来再聚 行 一言为定 好 一言为定 嗯 干 二兄 换个 给朕东帅 是 皇上驾到 去跟皇上说 说哀家身体不适 叫皇上回去 哀家不想见他 太后 皇上已经吃了三天闭门羹了 三天就三天吧 日后 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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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 如果没有她暴毙 万真儿会就张狂吗 太后 无凭无正 实难追究 太后把皇上拒住门外 令母子伤愤 岂不是轻者痛 愁者快 请太后三思 好 那就让她进来吧 哀家倒要听听 她会如何向哀家解释 是 参见皇上 太后有请皇上 儿臣参见母后 罢了 母后 最近身体不适 有没有请太医来看 太医怎么说 不用看了 就是那些心中欲解 气血不通之类 哀家自己也可以断肠 那现在好些了没有 好 好得了吗 你不把吴皇后当作欺世 哀家可把她当作自己的儿媳妇 可她毕竟也曾身身为皇后 可她毕竟也曾身为皇后 现在她一死 现在她一死 就有人胡乱说 她是被宫女所害 这样堂死 皇上能相信吗 你认为哀家能相信吗 如果我们不怀疑的话 儿臣现在马上命令刑部翻查此案 你是母后一团 翻查 翻查就算了 母后知道翻查也没有什么结果 可是皇儿 哀家要提醒你一句 你可不要再放纵你身边的人了 哀家不想以后这宫中成为徒长 母后严重了 不过儿臣紧急在心 不会让这种事情再次发生 好啊 既然你有这样的承诺 哀家也就放心了 哀家还要礼佛念经 为吴皇后超度 你下去吧 那儿臣告辞 望母后 报仲进去 吴皇后重生亡一事 现在情况如何 回禀娘娘 下毒的宫女赵桂昌 已经畏罪自杀 上宫局林思政 已经向此案了结 那就好了 不过吴皇后死后 似乎宫中谣言似起 太后和皇上都好像有所耳闻呢 这件事你不用担心 本宫自会处理 王子 你的办事能力如何 本宫心中有数 只要你安安分分为本宫效力 自然有你的好处 谢娘娘赞赏 没事了 退下吧 是 本宫百官 没有一个能替朕分析的 大事小事都得让朕分身 启禀皇上万妃娘娘驾到 臣妾参见皇上 免礼 谢皇上 贵妃啊 朕在批约走章 你先回宫吧 臣妾知道皇上近日辛劳 否则也不会这些日子 都未能见到皇上 所以臣妾特地吩咐御膳房 做了莲子红枣茶 请皇上享用 不必了 朕现在并不想吃 皇上是否对臣妾有所不满 如果有的话 不妨直说 如果臣妾真的有什么过失 也好做改善 但皇上如此态度 实在令臣妾不知该如何 你还是先回宫吧 既然皇上不说 那就让臣妾自己猜一猜 皇上不快 是否因为吴皇后之死 宫中甚多流言 所以会令皇上对臣妾有所谨 不提也罢 就是不提不说 皇上心中始终有此一事 映月 把本宫的备入英勇之物 全部搬去吴皇后的寝宫 还不快去 是 娘娘 爱妃啊 你这是要干什么的 宫中有传闻 说是臣妾害死了吴皇后 臣妾现在就到她的寝宫居住 如果吴皇后 她的在天之灵 对臣妾有所不满的话 就让她亲自来向臣妾索命 就算一死 也会好好留在宫中 含冤受驱 百词莫比 就连皇上现在也开始怀疑臣妾了 这有何必呢 难道皇上要臣妾这样无声地忍下去 当日吴皇后打臣妾 臣妾只要求皇上赐臣妾出家 避免与她犯处 并未要求皇上将皇后废去 这个决定是皇上您的旨意啊 他日众人 却指我遇得专仇 逼得皇上废去皇后 如今吴皇后遭宫女毒死 却要将这个罪名算到臣妾头上来 皇上要臣妾 以后在宫中如何立足 臣妾都不如一死一求清白 爱妃啊 你别难过 朕心情不好 是因为母后责备着 所以朕身是刑犯 跟你没关系 皇上 那您呢 您可曾怀疑过朕儿啊 朕怎么可能跟宫中之人一般见识呢 用皇上这句话 你可曾怀疑过朕儿啊 臣妾就安心了 现在 吴皇后的警工不吉利 你还非得搬过去 万一有个好歹的话 那你说怎么办 虽然宫中人多口残 但臣妾 一向不在乎那些流言蜚语 只要皇上您能够 相信真儿的清白 其他人说什么 臣妾是不会放在心上的 那就好了 二姐啊 皇上 敢派人把营业叫回来 不要把贵妃之务 搬到吴皇后的警工去 是 还不贵妃 我果然不贵妃 你也不贵妃 我果然贵妃 我可不贵妃 你也不贵妃 葵妃 不贵妃 那我指贵妃 你忍不贵妃 古乃 先闯一 早伦子 你记得一切 再果然 你不贵妃 我现在说 来 这里再添一笔 是这样 是这样的 皇上 皇上的喜怒 权戏于万贵妃身上 皇后中毒身亡这么大的事 也不过扰扰数日 看来我那三百两银子 总算没败乏 吴皇后和贵长之死 在皇上和万贵妃眼中 好像没事发生一样 杵子的事情 哪有得我们这些下人说辞 可惜贵长只有十七岁 可怜之人 要不是李尚公及时阻止 我看死的还不止他一人 春花这孩子 好处是热心 坏处也是热心 我救得了他一次 救不了他第二次 他性情如此 在宫中是福是祸 就看他的命 现在呀 可真是太好了 可怕 是 来 我们看 自从贵长死了之后 他就逢不守舍了 看他的样子 日后很难有作为了 蹊跷 以后你就不用怕他了 我什么时候怕过他了 对不起 是我说错了 以后啊 他拍马也追不上你才是 一直都是 我才不会把他放在里面 不过 我都是有兴趣 打一条落水狗 你怎么走路的 撞死我了 对不起 一句对不起就可以了吗 就是呀 不眨眼睛啊 岂有此理 冲花姐 七小时有意找你麻烦 你根本不用跟他道歉 没事的 宫中谁是谁非 能说得清楚吗 春花姐 我知道贵长的死 你很难过 但你现在这样 真的很让人担心 你不用担心我 我没事 还说没事 你呀 这叫万宁俱灰 对了 今天我跟郭公公去试集 买了一些祭祀用品 让你可以好好拜祭一下贵长 可是你要答应我 拜祭过后 就别再把这事放在心上了 小孩子 谢谢 谢谢 别客气 鬼长也是我的好姐姐 可是 任死不能复生 你呀 别太难过了 你呀 别客气 你叫我怎么能不难过 我们做奴才的能怎么样呢 看开些吧 从进宫那天起来我就想 只要不声不响 做好分内之事 就可以在宫中安身立命 原来并不是这样的 我真不知道往后该怎么过日了 现在最要紧的别想太多 别说太多 你也知道蹊跷他这个人 他无事也能生非的 我知道了 你放心吧 那就好了 记住啊 别想太多 好 嗯 嗯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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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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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何况朕已经将他废掉 有什么深仇大恨也将就此化解 朕以为此事绝非宫中争宠怀恨之事 那只是皇上一厢情愿的想法 老臣以为 万贵妃对吴皇后一直怀恨在心 皇叔 贤皇临危时吩咐你 驻朕处理国事 但朕的后宫之事 望皇叔莫要妄加指点 二姐 皇上 朕忽觉头痛难耐 引朕回宫 皇上回宫 皇上 请代老臣把话说完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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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四质 你看春华 在那横冲直撞的 冲华 我是怎么教你吧 你怎么能在宫中这样横冲直撞的 我怎么能在宫中 我就知道是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上公局虽有七思十二处 但连气如枝 一向相敬相亲 绝不允许同门相残之事 少春华 你犯此大计 有何话说 回李相公 春华绝非有意弄伤七巧 只是连日来 我送洗的衣物 无故遭人弄坏弄脏 春华只想知道 是何人所为 便暗中查看 没想到 却发现七巧进入处义房 把所有洗净的衣服弄脏弄乱 于是 就想把她带到上公局来平礼 可是七巧用力挣扎 才是自己倒地受伤 绝非是春华弄伤的 七巧 可有此事 这 回李相公 是下属丢失了两块厮守卷 让七巧到处义房找寻 想不到春华嫁祸于他 七巧不明所以方向挣扎 望李相公明察 这是 当真如林思政所说 是 回李相公正是如此 七巧只是到杂物房寻找失误 并无破坏衣物之事 林思政 你丢东西 并没有跟下属说明 岂有此理 难道我丢失物品 还需向你说明 李相公 不管有何原因 也不该下毒手残害自己的姐妹 望李相公施以成见 李相公 这是 这是 我自有主张 是 少春华因一时意气 誤伤灵气巧 宪法进入吴恒殿 照顾老宫女 为期一个月 顾得有为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